大家好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回到T台正经化的现场 大家都说病毒是所有人共同的敌人 不过防疫是你跟我的责任 不只是我们这些前线 第一线人员的责任 他们压力很大 刚才讲到我们的防疫指挥官 陈时中他昨天压力太大了 一度哽咽落泪 那网路上其实也涌入很多 很多打气的人 那甚至大家还发起了 部长赶快去睡觉吧 有人说陈部长赶快休息吧 每个人身体健康都是很重要的 包括部长您的部长 是不是都看得到呢 我们大家要呼唤 阿中赶快去睡觉 赶快去休息 因为毕竟人是肉做的 刚才我们前台北市卫生局局长 邱淑提也说了 防疫这件事情 应该把每个人看成 个体的人权很重要 不要所有的事情 政府管理的是人 你要把这个本心 初心给找回来 讲到247位第一批回来 从武汉回来包机回来的台商 他们现在状况如何 在三个隔离的检疫所 现在都安置以及隔离的防疫当中 现在可以看到 三个人在飞机上有被认为 可能有发烧或是相关的症状 都被收入负压隔离病房 一直到昨天晚上确诊 一个人确诊 另外两位是阴性的 是OK是safe的 只有一位确诊 那现在其他246位的台胞 是一人一室的隔离的检疫措施 每天每个人都会检测两次体温 如果你有发烧或呼吸到 不舒服的状况 会立刻送医 每一个楼层都会单独封闭的 这个电梯管控 送餐清理垃圾 或者是你要吃饭 你要去清垃圾 你都要到公共区域去领便当 然后把你的废弃物 你吃完东西再拿到公共区域 有特定的人会把这些东西回收 打包或者是销毁 其实我们的检疫或是隔离 做得非常好 那离开房间 一律要佩戴外科的手术口罩 据我所了解是一人一间 不过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所以这个小朋友是跟妈妈 或者是爸爸一间 只有他是两个人一间 其他都是一个人一间 那另外在这个防疫所的外头 都有拉封锁线 并且有喷消毒液 集中检疫者禁止外出 当然不会限制你的通讯 所以他们可以打电话 或者用视讯的方式 跟外界来联系 我们也尝试希望 可以跟这些检疫者来做访问 可是大家都很低调 因为担心被认出来 现在好像很容易被贴标签 贴标签 这就是有点牵扯到 我们讲的人权的这个问题 另外现在目前 我们台湾准备好了吗 现在这247位分别被放在 屋来检疫所 林口检疫所 台中检疫所 这不是我透露讯息 这是中央防疫中心宣布的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屋来这里的老街店家就很不爽 他们就说 你刚刚一直讲我们屋来检疫所 你这样讲很不清楚 很多游客现在都不敢来了 你要讲屋来哪里 你要讲清楚 就是要透明 你知道害我们没有生意 其实屋来检疫所不在屋来 林口检疫所其实也不在林口 就是有点模糊 是不是局长 这个部分 我想这种困境 不论是谁来做防疫 你今天是SARS或今天是新型冠状病毒 都会有同样的困扰 老实讲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 我相信对官员来讲 这是伤透老金 这已经超越专业 这就是人性 但是我是要呼吁大家共提时间 互相不要去歧视 而且新型冠状病毒 就算它真的是放在屋来 你跟他只要隔一条街 或者隔一栋房子 其实OK 所以主要是说当政府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安置 非常好的管理的时候 就大家都安全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是很希望大家要共同来支持政府 是 要共同来支持政府 孟凯 你的选区好像有被点名到 没有错 那个林口检疫所其实也不在林口 这个是卫福部这边有说明的 但是我们就不用再讲是说 这一点我同意跟刚刚署长的讲法 就说其实政府他现在这样送回来也一定会做好 严格的一个管制 以及这个消毒还有这个防疫 所以说目前来讲是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也应该要相信政府有这样的能量 那陈时中部长在这一个部分 其实过去可能卫福部长是谁 大家不一定那么了解 国人2300万人 但是经过这一次事件 我们看到他不管是在镜头前面 或者说这个镇守 尤其是不要忘记 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事件 其实是发生在春节期间 换句话讲是说今天已经是初十一了 过去十几天根本都没有休息 而且我们第一线的防疫同仁 第一线的这些工作同仁 可能在过年期间 大家在吃团圆饭 夜饭 或者是说大家在享受年节假期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休息的 这一点我们绝对要给予肯定 所以说我们一直讲到是说 第一线的同仁非常辛苦 我们感同身受 我们要给予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鼓励 这个是2300万人 共同当我们这一些 第一线同仁的一个后盾 有几件事情千万不要做 什么事情 譬如说没有办法帮助防疫的事情 就千万不要做 像刚刚上一节节目讲的 就说有三个人他们回来 结果没有自主管理 然后还到最后落跑 违反了我们的这个相关法令 这个就我们要强力谴责 不管说他在哪一个县市 这样的人基本上来讲 他就是没有配合整个防疫的一个部分 又譬如说网路上最近有传说 有这个群组里面就有教学 说你如果说从中国大陆回来的话 不是武汉而是其他的省份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填写那个出入境表格 尽量不要填写什么某一些地方 因为你有可能会被管制 如果说这个损失的话 不可以隐匿 对这个就是完全要谴责 即使他是网路上教学 不一定是说真实有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要强力谴责 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会 没有办法帮助防疫 还有一点就是最近我们讲到 中央的一个政策 所谓七天两片口罩 我还是要再次呼吁是说 七天两片口罩 它跟第一线的这个实际的状况 因为有些单位 有些族群 他是需要 因为工作需要 可能每天需要口罩 包括说今天早上 也有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人讲到说 军中里面都会讲到是说 他有些这个单位 所以他可能是要协助防疫 结果这个小兵 他说他被长官要求说 要有这样子派任务 可是七天两片口罩的一个政策 一落实之后 他会变成说放假时间 回来出来买的时候 他会买不到口罩 但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却没有办法被满足 而有些不需要的人 我们现在政府也都会在讲 你不需要口罩了 你可以不要去买 可是我们要强调是说 他的额度没有办法让给 有需要的人去购买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政策 一视同仁却没有办法符合 实际标准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检讨 我觉得这些部分 都是我们要提出来 要现在政府好好的把关 好好的改变 才可以帮助第一线的防疫 要防堵这个漏洞 其实有很多洞要堵 现在有一个新的漏洞 叫做邮轮 观众朋友 你有去搭过邮轮吗 邮轮上都好几百个人 甚至几千人在里头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叫做梦新邮轮 世界梦号这个邮轮 他在2月2号从香港出发的 这一艘邮轮 2月3号到基隆 2月4号到高雄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行程 可是后来 他在2月4号在高雄外港的时候 我们高雄这边卫生局 就接到通知说 不好意思 这个邮轮上面的人 有确定病例 你先不要让他们下船 所以就把他们封在高雄港外 就是限制他们 不让他们下船 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 其实没有 因为2月3号他到基隆港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不知道 他这个上面有病例 因为那个病例 还没有检验出来 没有确诊病例 所以这些人在2月3号的时候 已经到了我们的基隆市 去庙口逛街了 已经出去了 那现在基隆市这边 很多民众也觉得很惊慌 是这些人 有没有可能是移动的散播源头 这个邮轮上面有1886名旅客 加上1200名船员 数量非常庞大 超过3000人 那另外在 为什么这个邮轮上面会有 这个检验出来的病例 原来他的源头是从1月19号 广州的一个病例 他曾经搭乘这一艘邮轮 出去玩 回来的时候才发现他发病了 他发病了之后 他传染给这些船员 这些船员又跑到2月2号 香港出发的这艘邮轮 意思就是说这个船员 就是邮轮上面的这些船员 有可能在不知其的状况下 先接触了这些游客 然后再带给下一班的乘客 所以邮轮现在变成一个破口了 怎么办 这个就非常麻烦 因为邮轮它本身是一个封闭空间 然后因为大家在船上面 大家一起住一起吃 一起排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的排泄WIT 也是可以研出病毒来 所以当大家全部共同在一起的话 现在日本已经验出这实力 可是我看恐怕会不止 因为你总共有3086个人 在这一艘邮轮上 现在这一艘邮轮 我觉得它第一个 恐怕很大的麻烦就是 除了它自己所属国籍的国家 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敢收它 因为船上这么多人 而且它是有各国 不同国籍的人在这里头 你现在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第一个 这一艘船上面所有的 这3086个人大概全部都要隔离 第二个就是 我们大概也要去追踪一下 因为它在基隆有上岸 基隆上岸的时候 它到过庙口 到过哪一些地方 可能我们要去稍微了解一下 他们这些船员大概集中 或是说他们这些乘客 有上岸到哪一些地方去 大概也都要去了解一下看看 可能要列为一些 比较重点的一个防疫的 把关的范围 这种东西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恐怕有一些 这种大型的这种游轮 又这种封闭空间 时间又长的地方 恐怕我觉得这些团 是不是要不要出了 甚至大家自己也自主的 不要去参加这些团 因为毕竟危险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解除 所以我觉得大概自己要 小心谨慎一点 至于这3000多的人 现在在日本 日本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日本也很伤脑筋 因为我觉得这次日本 整个防疫有点慢半拍 因为他们前一阵子据说 还曾经听从世卫的说法说 要把这个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 从14天改为10天 缩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 让人家觉得怪怪 日本到底怎么 好 韩兵我们打岔一下 其实是两艘游轮 一艘是香港的新梦游轮 新梦游轮那一艘 现在已经返航回香港了 从高雄过去了 日本出现10个确定病例这一艘 现在在横兵港 这个叫做钻石公主号 上头有20个台湾游客 现在检验这个台湾游客是安全的 没有感染 可是日本一下子一个晚上 就出现了10个病例 就是在邮轮上面被感染的 这个现在10个没有感染 不表示他就不会被感染 因为现在日本不让他们下船 他们全部都在密閉的空间 其实这个邮轮是这样 第一艘到台湾基隆港上来玩的 我觉得我们倒不必那么紧张 因为他是在开放空间 他在逛大街是外面 原则上是 不过现在我们台湾的疾管局正在开记者会 讲的就是新冒号邮轮的事件 我们来听听看疾管局的最新说法 跟大家做报告 至于在内容里面 怎么样做一些相关管理 那我们请内政部部长许国勇 跟我们做说明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刚刚指挥官陈部长 已经把一些新的规定 来向大家做了一个说明 那我想在内政部这边 我们对于防疫也是内政部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不只是必须协助 而且必须主动投入 也要以主则机关来自居 因为防疫是国安的问题 所以这几天我到各个警察机关 到移民署也一再代表总统 跟我们行政院长 向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们 表达最高的感谢跟质疑 我们警察同仁在选举忙了好几个月 现在看到的是 徐国勇内政部长正在报告疫情 相关的疫情包括邮轮 包括我们现在台商如何回台 以及相关的防堵的工作 事实上台湾的这个疫情的防堵 应该可以说是模范什么 我自己认为 你看我们邻近的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泰国 其实都比我们严重太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堵是有用 可是担心的是后续 局长 我们后续的部分 应该要怎么样防堵 我不敢把话讲得太大 因为事实上 我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还是很紧张 就是说日本人卫生特别不好吗 为什么他一个专机接回去 那么他有八个人感染 我们两百多个人接回来 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人是感染的 如果我们的人数 我们一定要全部都去验 现在我们所掌握的 这个是前一波回来 然后他去就医找出来 但是我们完全都仰赖于他的旅游室 这个病毒现在的特性就是 他其实有感染不一定有症状 他轻症也可以传播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要 非常的审慎 而且我觉得防疫的心态 大家不要太急着一直讲说 我们医疗很好 我们卫生很好 所以我们怎样 我觉得现在都不要有这种 把这个防疫疫情的进展 然后跟谁很厉害 谁不厉害 谁怎么样去连在一起 或者是说过度的认为别人一定 不知道故意怎样 你想日本人为什么他那个专机接回去 他全部都要验 我有听说台湾有全部验 这是正确的 就是根本谁能够告诉你 病毒它就是那么多变 它根本就是看不出来 谁能告诉你 所以现在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政府 你要有足够高的警觉性 好 接下来我们的破口会在哪里 第一个 大家当然是担心会不会有社区感染 这个就是因为如果他是清晨 他不一定会被发现 那就是要继续追踪 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变成 这个疫情的输出国 那像这个邮轮 这个人是从香港 他去日本 然后从日本 那就很多国家的人都在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形象 结果我们台湾又来了 上次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叫他居家隔离 可是他就有很多事要忙 他就是去这里 去那里 然后他等一下 最糟糕的是说他在这里去那里 是影响到我们国人 然后他一出国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医师 搭飞机跑去日本 那结果他明明是应该 居家隔离的人 这时候你一旦出现这种状况 人家就认为我们台湾的防疫体系 是有漏洞 所以现在又来了 对不对 三个人跑出去 这以前就有出现的事情 早就应该 我们要从每一次去学习 我们那时候从地方 就有提出这个请求 把所有居家隔离的名单 要跟出入境管理局的这个系统 要去连线 你才能够防堵这 因为这一出去 如果他没发病也就算了 他一发病 然后来自于台湾 结果是居家隔离对象 人家就会怪我们 但是以现在这种情况 地方政府不可能有能力 跑去他门口站岗 这是我刚刚讲到说 这是要用系统去解决 所以里面要有一个追踪系统 这个我们要好好善用资讯科技 好了 但是最起码 国门这一道的防线要建起来 现在这个资讯 已经可以跟健保连结了 可是政府是有资讯的 所以不要只有想到 联医疗系统 刚刚徐部长讲的 我觉得他讲的不够强烈 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防疫上面 你想全世界现在在干嘛 哪一个国家沦陷 他就把你封锁 所以台湾要小心 现在人家封锁中国 下一步 如果万一我们有病例输出 我们成为一个病例输出国 台湾就沦为 第二个受到制裁的国家 所以大家要非常 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形象 以及经济上面的损失 就非常的可怕 所以每一个部门 都要当做自己的事 不是一副说 这个陈部长是你的事 不过我也很重视 No It's wrong It's your business And it's everybody's business